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继续我们记性的龙门镇 说一说这一周发生了一些时事 这一周非常令人关注的一个事情 就是拜登总统在听到最高法院的 Steven Breyer决定要辞职之后 就向外界喊话说 我一定会提名一个黑人的女性的大法官 杨维怎么看这个事情 很像几乎像一个漫画的一个感觉 其实是又好笑又好气 因为如果总统说我要提名 一位白人男性 你能想象全美国的反应吗 那不是肯定各样的label标签 全都一股脑上座 也不见得没错 说他是种族主义者 说他说最高的反应应该考虑的是 最适合的代表的人选 点点点点点 然后最高大法院不应该被政治化 但是为什么他用了一个 同样以种族为中心的一个 非裔女性之后 几乎就没有看见这些 所谓的主流媒体来批判呢 难道说种族主义只有在用在 白人男性还是叫种族主义 用在非裔的女性 就不是种族主义吗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觉得说 当然第二是说你想做好 因为要扶持少数 或者是要适当代表 但是最高大法院 在我们的历史上 美国建国200多年 什么时候是说是要 要有一个好像 种族人口比例 或者是一个适度反映 美国的一个变迁的人口 还是说最高大法院考虑的 应该是最具各方面综合学养 应该找最佳的人选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 似乎说明政客的考量 不但自曝其短 我觉得所有在旁边 敬不作声的左派媒体 应该一同遭受指责 那么至少部分血量的选民 应该要知道 这真真正正叫做 是一个双重标准 这对于拜登来说 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 我们可以想到他选贺锦丽 作为他的副总统的竞选伙伴 最后他当选了以后 果然贺锦丽就当上了副总统 他当时选择的一个标准 就很简单 就是种族和性别 我们看到说 贺锦丽上台过以后 他的执政的政绩 真的是可圈可点 我们说可圈可点 是带着引号的 说的不好听点 就是一事无成 连党内连白宫内 都对贺锦丽有很多的诟病 除了她会那种嘎嘎傻笑以外 好像并没有办法 能够真的是独当一面 甚至是负责任的 去把拜登总统交给他的 所谓边境移民危机的 这个问题解决好 广的角度来看 这就有点像2020年 我们加州16号提案的 这个延伸版 我们还记得 在这个16号提案里面 就是要把当年 我们加州的296号的提案 就是禁止用种族 用性别 用其他的来作为 就业就学的标准 这一条 在这个16号提案提出来过以后 遭到全加州人民的反对 所以我相信 如果说这个拜登 他把这一项来做民调的话 加州人民照样还是会反对 原因很简单 他就是赤裸裸的 就是用性别 用种族来进行 这样子的一种的争选 这也让我想到说 我们前不久 庆祝的 马丁路德金的 这个纪念日 这时候呢 我有幸来重温了一下 这个马丁路德金的 这个当年的演讲 其中有一段就是说 我希望我有个梦 就是我的子孙 将来别人看他们 不是按照他们的肤色来看 而是按照他们的人格 魅力来看 那么从这些的角度来说 拜登无疑就打了 马丁路德金的脸 那我们也看到 有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实际上就是 加州开始的 那么席选全国的 就是一些亚裔的要求 在教育有平等权利的 这些的机构呢 去告长春藤的 哈佛耶鲁等等学校 那么现在被这个高等 法院来受理了 那么假如说 有这么样一个 按照他的种族 他的性别提名的大法官 最后要来审理 这个哈佛入学案的话 你猜他会怎么投票呢 他自己就是靠这个 这个名额送进来的 那么他当然会支持 哈佛的这种按照种族 按照这个不看 这个个人的 这个才能的这样子一种的做法 所以这的确会是一个 非常讽刺的一个画面 其实想一想这个事情 案道理也没有那么重要 对不对 现在自由派和保守派 在大法官的这个比例里头 是6比3 你现在等于一个自由派的 要退出 然后一个你要任命的 你当然是白宫 现在要任命的 肯定是自由派 按道理也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是他我想 这个时候提出来这个事情 而且他故意这么说的话 多多少少 当然他希望说这个事情 能够对今年的中期选举 起到一定的效果 试图能够激发起来 自己选民群众的一些热情 可是还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你说他说我2月底之前 要完成这个提名 然后Sumer就是参议院的现在的多数党的 也算不上多数党 但是人家是有控制权的民主党的领袖 Sumer说如果总统提名的话 我一个月之后就把这个事情过了 大家肯定也关注美国政治都知道 每一次大法官提名的时候的确认的过程 其实都非常的凶残 特别是如果是共和党这边提名出来的法官的话 会遭遇到非常严酷的一个 几乎是侮辱性的一个确认的过程 他们肯定算好的 就是说我们拿出来这样的一个候选人 不管她的资质是不是那么好 但是如果她是一个有色人种的女性的话 你不能够对她说什么话 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正确的环境里头 所以我想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你们觉得这个事情会对中期选举有影响吗 十一遇到那个时候 我觉得当然会有影响 她这样考量 她当然是希望当初像选贺锦丽 作为她竞选伙伴一样 这个她也是一个政治考量 讲到底 她实际上是一种的政治的一种的考量 但是我真的是为那样子的一个提名人感到难过 原因在于别人看她就不再是 看她是真是脱颖而出 按照她的才干被提名 而是因为她的肤色 因为她的性别 其实这个事情 拜登实际上并不是她发明者 我们来看待中国的话 我们常常有一些的所谓花瓶角色 我们已经把它总结出来 就叫做无知少女 无知少女是什么意思 就是总归会有一些的职务 是由所谓的无党派 知识分子 少数民族和女性来担当 这样子也来粉饰一下说 你看我们这个不是一党独大 不是完全的这个控制 而是还是有一些的党外人士 那这个讲到底都是有一个政治阴谋在后面 我想讲就是说 这些candidate呢 其实要是有人真的很有担当 是应该要站起来说 我很希望我们不是这样被介绍的 因为他们很可能这些人本身都很杰出 但是事先划好说 我就是选定非裔女性 也容易让大众认为 他们其实如果没有被这样子保护 他们是资格必定不合 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所以这事实上 对他们这些人来讲 也是一个负面的效应 这是第一个我想讲的 所以其实一个真正有见识的人 我们看一看美国有些人蛮多的 不一定是要从他的对手 而是说是不是 他们自己也会有人站起来讲 这种有见识的话 为什么要这样子被大家认识介绍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讲到其中选举 我想还是不要本末导致吧 老百姓现在最关心的 不在他这个最高大法院 选择是哪个主意 选择是哪个性别 而是该干好的事得干好 透过他们以前前总统 Bill Clinton自己这句话 It's the economy stupid 就是这个现在最重要的这些 这些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 这些各方面的问题 好好把这个字做好 那事实上非裔选民 已经大幅度的降低 他们被现任总统拜登的支持 那也就说明 那事实上因为他们其实受到许多的一些 亲身的一些冲击 那会不会就因为选了一个这样一个 大家就会增加到他支持 我相信你有你的看法 应该我们也不会这样低估 这样子的非裔选民才对 我完全同意Jerry的分析 就像在学校里头 如果说一个大学的班级里头 如果只是一味的说不要看成绩 我们就按名额去算的话 有一些可能他们现在比例比较少的族裔 去了之后别人一看 你肯定是被照顾上来的 这个其实人家不一定是 对不对 人家也许成绩就是很好 但这个真的会造就对他们的更多的偏见 当然说到中期选举 其实他就是为了把自己手上的通膨和疫情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 稍微转移一下注意力的一个小伎俩 是吧 但说起来拜登总统最近还有一个事情很火的 就是他在新闻发布会上 对一个保守派的一个主流媒体的记者 用了一个很不雅的词 son of 我就不在这说了 他说完这个话 我们本来以为说主流媒体会 也说您现在一直是以温和著称的对吧 怎么能这样呢 但是我没想到 我看到一个CNN的一个观点的这个文章的标题叫 为什么拜登的这个口出的这个脏话 和川普当年攻击记者的恶劣行为还是不能相比 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想邵阳可能有更个完整的介绍 我头脑才简单的就讲几个重点 CNN我细称为communist 这个Network 这个你如果看过他编的一些这些 你知道他是有时候极左是事实上是颠倒黑白 我们也事实上在两年前曾经点名批判过他们 做的一些这个报道 那么以总统之尊不管是哪一个总统口吐四字经 而且不是因为对方失礼或者是冒犯 只是因为对方以他工作职责美国人认为为之 骄傲的民主第四权的新闻记者的立场 问了一个大家都想问的问题 就是你坐在这个位置上 你对通膨你有什么说法跟看法 竟然被他冠以四字经 其实这是他对他的位置跟这个体制 自己的一个侮辱 那么大家应该要批判他 结果还有这个左流媒体呢 要这样子替他掩护 可以说呢 CNN自己应该首先就被批判 他们再度一次呢 因为他的狂热 要攻击某一位人呢 就把所有的是非道德标准全部放在旁边 硬把黑的说成白的 好像说这个人的四字经 比另外一个人的四字经呢 那个人算 这个人不算 所以我相信这个比如广为流传 只会让大家更为对CNN的水平 有一番新的认识 这是我的简单的看法 看看邵阳怎么说 那当然其实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就讲到了 美国现在也出现了所谓的党媒信党 那么就是主流媒体 他们不幼儿童的在川普执政的时候呢 就拼命的去攻击川普 然后帮民主党的这个政治计划来抬轿子 那么等到了拜登上台过以后 那种抬轿子的这种也更是不遗余力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你看这个福克斯新闻的这个Ducey 那么他就是问了拜登总统有关一个 如何来抗击通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结果就招来了他骂他是叉叉痒的 那么这是中文的翻译 叉叉痒的就是四字经嘛 那么问题是在于说 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难道不应该就是就事论事吗 还要再去比说 还有比这更烂的 我们先不讲说他那个比较的对象 按他所说是否是真实的 就只是说你今天你作为一个媒体 就是一个监督的功能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不是去做这个监督的功能 反而就是跳进去用自己的一种的政治的偏好 来进行所谓的比较的时候 其实观众和读者心里都有一感称 作为一个总统的话 他不管怎么样 他是否应该这样做呢 当然话说回来 我也注意到了 在这个事件发生一个小时以后呢 这个拜登总统就打电话 给这个福克斯新闻的Ducie记者 就跟他道歉 然后一再跟他声称说 这个不是针对你个人的 那也就是说 完全是因为当时可能 出不及防就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也加上心情不好 因为他刚才才开了这样的一个会议 那个会议的主旨 就是如何来打击通膨 结果没想到一出来 就被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慎重道歉 那么这位记者也接受了他的道歉 但是丑话讲到前面 也警告拜登说 我将来还是会问你这些 猝不及防的问题的 你也要小心 那么这样才是一个应有的媒体的脊量 而不是好像被权贵一招安 就不知道他姓什么了 也忘记了他的本分 其实拜登总统也是人 可以想象人在有时候高压的情况下 口不择言 其实也没有特别大的事 但是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在一个民主政治 有时候在比较急化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 有时候是表演都很多了 跟你们两位分享一个 今天发生的一个挺有趣的事情 大家知道参议院的 Joe Manchin 西弗吉尼亚的参议员 因为他和总统对着干 对吧 结果西弗吉尼亚人民也被连累了 一个好莱坞的女艺人 当然年龄也不小了 70岁了 她叫Betty Midler 她当然一贯是一个反对川普 也是非常铁杆的一个自由派的人士 也很vocal 很爱表达意见 她就说过一段话 就是说看到Joe Manchin这个人了吗 因为西弗吉尼亚就是这样的一个既贫穷 又没有文化的一个地方 这一下当然被西弗吉尼亚的州长叫Jim Justice 然后这老兄也挺会表演的 今天他抱着自己家的一个狗 一个小狗 然后就跟在可能是州里头的一个 很多人参会的一个场合 他就说你看有一帮人 他们从来也不相信我们能够做成什么事情 他们就不希望见我们的好 所以我今天我要对他们说 他就把自己家狗抱起来 然后把这个狗的屁股就对着镜头说 你们就可以让他这些人来kiss his 叫heini 用了一个小孩子对屁股的称谓 当然他们自己人所以满堂彩 你们觉得这种行为可以被容忍 或者怎么看在这种小小的political theater 那这就可以看到首先第一条 在美国真的是首先是官不了身 而不是民不了身 你可以想象在某一个国度 碰到这样子一种的情况的话 这种的攻击 从攻击一州的参议员 到攻击整州的话 那简直就是扰乱社会秩序 你不仅仅是所有的社交媒体的账户被关闭 还必须得被行政拘留 拘留完以后还得到电台 电视台上来认罪 那么这一位的州长 他就是用了一个非常幽默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是可圈可点了 就也体现出他的政治成熟度 因为首先第一条 他有这样的自信 毕竟不是绝大多数人 或者甚至是大多数人 都是这么来看西弗吉尼亚人 或者他们的代表 第二他用这样这种的方式 又非常好的去和当地的选民 拉近了距离 也能够好像作为一州之长 好像有一个所谓的仗义直言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也体现在常常看到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环境里面 就是用这样这种的方式就把这个江湖恩怨给化解了 我想美国的政治人物在错误的时候 上者就常常事实物者为俊杰 赶快老老实实诚诚诚诚的道歉 认错 美国的文化有一点不错 就通常一个很快干净利落的道歉认错之后 通常大家就比较不再穷追猛打 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如果这个被波及的一方 比如说像西武以及吉亚州的州长 他们有一些这种很有智慧的一些反讽式的回应 其实对他来讲也是加分 因为美国文化是不相信什么忍辱负重 美国文化就是你该说的你要说 那要是在那个时候还能够有这个容量 还弄一个幽默性的反讽 会让大家觉得佩服 所以我想这些是美国民风下 在政治场中的一些风格 总之呢犯了错 最好赶快道歉认错 直学了事 这才是上策 还有一条我想要讲一下 你知道在美国不是老讲政治正确吗 你不能针对一个人的年龄 针对他的皮肤 针对他的种族 针对他的文化来开玩笑 甚至你不能针对他的口音来开玩笑 但是有一条是可以开玩笑的 就是美国人互相常常开玩笑的 就是用地狱 比如说加州以外的人 就拿加州的人来开玩笑 然后加州的人又可以去嘲笑 比如德州的人 只要你用地狱来开玩笑 就骂那个地方的人又傻又蠢 乡下老奥什么 好像并没有触及政治正确的红线 即使你在这个工作场合里面 你开这样的玩笑 没有人认为你是带有 有色眼镜 反而大家会哈哈一乐 也就过去了 最近我看到这个周末 可能又会有一个大的风暴 在东海岸登陆 我们记得前一段时间 在宾州好像在一个 IA不知道是哪个 很主干的一条高速路上 有一个大卡车侧翻之后 好像堵了好几十mile的一个交通 然后很多人在雪天里头 在车里头燃油也没有了 非常的危急 今天又出了一个事情 是在披兹堡的一个公路桥就塌陷了 刚刚好拜登总统要做一个关于基础建设的一个 包括他自己的重建美好计划的一个演说 我们也看到确实美国基础建设是有点问题了 但是好像又另一边也觉得说不应该再花钱了 我们已经接了很多债了 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中的矛盾 有时候理想和现实是有矛盾的 我来讲几句 第一个Infrastructure Bill这件事 这个概念川普时候就想做 是他几件很显著的 虽然不是那么显著 讲得清清楚楚要花1兆美元 后来变成1.5兆美元 事实上他的交通部长 也是我们大家都很尽忠的赵副长 其实这件事上后来也是没有办法成就 不管什么原因 这是接下来同样的概念 也许预算分布不一样 那不应该是因为在共和党提出的政见 大家觉得有道理 到民主党提出政见觉得没道理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里头分配是不一样 那第二个他这个事实上也确实 至少他那个时候是通过两党的一个协商 那不是用一个简单多数而过的 这是第二点 那这个法案当然有他的一些缺点 我们那时候也提过 比如说公路铁路四改修 超过了半世纪没修 硬要说不需要做 那其实是也没有诚实的面对美国的需要 全世界先进国家美国坠落后 应该是不需要再去多加说明 我讲的是公共建设 但是你看真正先进的这些科技宽平 其实留的钱只有一点点而已 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它是有缺陷的 但是我们看整个来讲 那当然还是一个做是好过不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公平的来讲 美国的确需要基础建设 而且所需要的实际上还不止这些 这个基础建设确实是该做 也不应该只是因为它是某一个政党题的 大家就为反而反 这是我的意见 我觉得说本身来说 这恰恰是发生的恰到好处的时候 也为这个拜登总统 他在推行这个BBB的计划 等于是能够添上非常及时的一笔 那我认为说我们要小心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在看平衡整个的投资和国债之间 或者是税收政策方面 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 一个很好的基础建设在美国 但是就像一个家一样的 你如果说一个人 他本身来说长期营养不足 你一下子给他很多的这个补药 猛药下去 不见得是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平衡的一个过程 我知道说 尽管我作为福利盟市的市议员 也非常关心说在我们周边 需要联邦投资的一些项目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就非常在关注680和880之间的 有一个高速路连结的这样子的一个工程 除此之外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应该由联邦政府来投资的 这种洲际高速公路的这些的工程 但是我听过一个说法 就在当时2021年的时候 就听过代表我们选区的国会议员 他说这个法案有点像这个Christmas tree的法案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代表各个选区的国会议员 都要把自己选区内他觉得应该进行的这个工程都往上加 所以就一家再家 这个整个的这个法案和投资规模就不断的在膨胀 当然我相信有些是急需的 有一些只不过是为了显示政绩 要为自己的选区来争取拨款的这样的一个努力 所以在这里我就觉得说就要非常的小心 希望就是我们在营建的过程当中 的确是先要去解决这些燃眉之急 而不是洪水贩滥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不能够再抬高速 这会影响到我们国家以后经济的前景 同样的问题好像也发生在众议院 有一个最近他们坐在想做一个叫China Competition Bill 就是为了在芯片啊 其他的一些所谓战略物资上 尽可能实现在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个 反对不正当竞争的一个法案 但是好像议长Nancy Pelosi把这个大家谈好了一盒 然后共和党这一边马上就说 这不行 这个不公平 这个一看就这不是bipartisan的意思 就是你们还是太偏向你们自己党所代表的利益 好像这种事情在美国也挺难避免的 希望还是能够有一个正常的结局 另外一个事情刚才讲到大雪天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在加拿大的 很多的卡车司机因为加拿大政府 对这个疫情的管控措施非常的严格 然后以至于影响到连卡车司机的升级 都已经出现了威胁 他们就开车在这个高速的 而且得到很多民众的抗议 另外一个事情是说 包括我们Santa Clara County的卫生部门也说 最近Omicron的这个病毒又出现一个新的变种 叫BA.2 你结合这两个事情来看 也就是说疫情到底 我们要怎么去看待政府对疫情的这种管控 你们知不支持适度的放松这样的一个管控 首先从我的角度来说 特别是作为一个民选官员的话 我相信首先第一条是我们的决策 要基于科学 第二我们要敢与担当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 我们阿拉米达县也好 在我们的弗里蒙市也好 从来就没有做任何的所谓的疫苗强制令 不管是针对警察消防人员还是其他的一些的 那事后也证明了 现在联邦法院就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是符合我们当初的预判 那我相信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疫苗施打的这个过程 是实际上是一个个人行为 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也觉得说 并不是每一个民众都对于所有现在所进行的这个疫苗 他的研发 他的这个性质 甚至是包括他的益处和他的危害 甚至是预防将来的各种的变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讲到底有很多是未知的东西 我作为一个科学家也必须承认说科学不是万能 也是在不断的摸索 特别是针对这个新冠疫情的话 也对于这个MRA疫苗的这个科技的话 我们都是实际上还是在不断的往前走 但是不断的在收集数据 不断的在解释数据 那么在公共卫生的方面 他有一个讲到底是一个没有这样的奢侈 让我们可以完全了解的情况下 他必须要及时做出一些的决策 那么这些决策或延或宽 那么这个就是有待于这个历史最后来看 对于影响民众生计的所有的这些过激的举措 我本人是反对的 我觉得政府不是去管人民 政府是应该帮助人民来度过这个新冠疫情的难关 我们都知道在公众卫生政策上 疫情一系列相关措施 说实话非常困难 不管谁来做决策 应该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对 几乎任何一个决策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反对 那是不是可以看一看过程上 有没有可能稍微有一些可以预测性 我不晓得 比如说在做专业的市场调查上 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些取样听证的一些过程 比如说你现在对孩子 你不管是叫他要来上课 或者叫他不要上课 不管大学生你是叫他在校园里 还是得在家里 那这些企业员工 不管你是叫他自愿打 还是你想叫企业强迫他打 可以不可以 有一些事先预备的一些取样听证过程 有一个比较客观一点 最起码你在做出来之后 事前你就知道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大家的反应 那现在感觉起来似乎有些决策 你不是很清楚 他的当者 跟他的决策过程 到底是谁下的谁做的 大的不讲 光讲Santa Cara County 我们硅谷核心圣塔高达大县 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卫生厨 Cody Dr. Cody 就是他一个人决定下令说 教会不准聚会 最后硬是弄到教会 联合起来到最高大法院 最高大法院裁决 最高大法院判他们违宪 他们才不勤不愿的 三天之后改变 这就是一个决策 缺乏一个当者 结果他也没事继续做 对吧 大规则最高大法院说 跟你们说了两次了 不是一次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些倾向 这个积极政府权力的人 权力的人 其实是要记得 像少阳说的 他不是要去 绑住跟挟制人民 其实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是这样 就不要太主观意识太重 是不是在这些决策的过程上的一些 预先的一些 取样 听证 调查 以及考量 是不是都可以把它公开化 那我觉得这个是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非常缺乏的 我刚刚觉得那个例子呢 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那从一个县到一个州 到联邦政府 许多全都是这样一个 没有决策公开透明过程 没有当责的一个文化出来的结果 那这个时候你知道 门关起来 那很多事情就容易走样 我觉得这个现在很多公众决策上 你知道当过程不对的时候 你的结果从统计来说 出问题的比例就很大 另外一点呢 就是美国民情这么大 的确是不是很多事情 你就是这么一刀切呢 还是有个东西 你真的还是让各州 有合理一点的空间 这个也是一个啊 大政府主义不太愿意接受 他联邦就认为说 DC联邦政府说的算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 在前一个月 还在跟不同州的这些大企业 高阶主管对话 大家也是提到 这些都是洋人的 提到美国地大物博 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差这么多 你怎么跟他用一把尺去量呢 那不是应该他每周自己应该决定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合理的让地方自己决定呢 其实也是一个自我限制 政府权益的这方式 当然这可能又跟某些人 意识形态不一样 所以你看已经够复杂的事情 这有科学的 这个公共政策的 还有疫苗的 治病的 再加上这些意识形态 决策的过程 这些问题啊 难怪几乎每一个动作都炒盘点 刚才Jerry讲到的 我们Santa Clara 卫生部门的 Sarah Cody博士 其实回想一下两年前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这个地方刚开始传言说 可能会有一些外来病例的时候 然后他一下子就成为很多媒体的焦点 因为大家在媒体上最先看到的是说 社区扩散Santa Clara 算是美国比较早的一个county了 对吧 然后他一下子当时在接受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自由派的一个自媒体采访的时候 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 就是我女儿问我 说妈妈你不是有一些policing power吗 但是我现在还 我要告诉大家 我可能要用这个policing power 也就是监管大家的一个权利 我要行使这样的一个权利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Santa Clara一个卫生的部门 在没有Covid之前 谁会注意到他的工作甚至存在 但是人都是非常轻易的 权力是有瘾的 这是我们用一个常识来说 经过两年这样不正常的生活之后 可能Cody博士 他自己也觉得他是替天行道了 他做的所有的判断可能都是对的 但是其实他可能也丧失了一种 对自己手中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的警惕 我们今天的俄门剑就说到这里 然后农年的新年快到了 祝我们的观众朋友 呼年快乐 来年见